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鞋匠 认真的为客人打造好鞋子 一整天啊 咚咚咚咚咚的敲个不停 前面机也是敲个不停 白熊妈妈则是带着白熊三姐弟 迅速地为每一个来关顾的客人 找到最符合需求的鞋子 很快地白熊鞋店出品的好鞋子 便在村子里传了开来 今天第一位上门的客人是松鼠 白熊三姐弟开始很认真的介绍咯 这是香香鞋 上面有甜甜的水果味道哦 哦 是香蕉耶 闻起来好香哦 这个香香鞋 第二位客人是企鹅先生 这个是蹦蹦鞋 穿上去可以跳得很高哦 哇哦 我这辈子第一次跳得这么高耶 企鹅先生很开心地蹦蹦跳跳离开了 接着是老鼠家族也来买鞋子了 先生 这个很推荐给你哦 这双是猴猴鞋 你的儿子穿上去以后 就可以像恐龙一样变得很强壮哦 小老鼠穿上厚厚鞋以后 果然看起来变得很巨大 很开心地蹦蹦跳跳地也离开了 接着来的客人是黑熊先生 这个是伏伏鞋 只要穿上它 即使象银这么高大 也能轻盈地再浮在水面上哦 哦 这么厉害哦 那我们立刻穿上它 走到没有搭的桥的河去走走 都非常满意 白熊鞋更出品的好鞋子 大家辛苦啦 今天也忙了一整天 是晚餐的时候 妈妈对大家说 能在这里开店真是太好了 不过 到底是谁盖了这栋房子呢 正当大家很好奇 觉得 诶 这栋奇妙的房子 到底是谁建造的呢 白熊家族人 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见 第二天 鞋垫和平常一样 挤满了客人 门外出人 传来了一个巨大的声响 然后鞋垫还开始在摇晃了呢 请问有人在家吗 屋外站了一位非常高大的巨人 原来呀 这个奇妙的房子 正是巨人的儿子丢失的鞋子呢 太惊讶了 原来这是您儿子的鞋子啊 但是 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很重要的一间鞋店了呀 白熊奶奶伤脑筋的说 这个时候巨人也很伤脑筋 她说 可是我的儿子下个月生日 我原本想要找回鞋子 让他高兴一下的 哇 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烦恼了 该怎么办呢 白熊爸爸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巨人先生 下个月可以请您 带着你的儿子再来这里吗 我们要做一只新的鞋子送给他 哦 这个主意很不错哦 巨人开心的先离开了 隔天 白熊鞋店一家人 开始很努力地工作 整天不休息 白熊妈妈看着设计图 在很厚很厚的布上 摆回了画线 白熊奶奶在沿着线 灵巧地把面料裁剪下来 白熊爸爸也没有闲着 他挥动着又粗又大的针 仔细缝合着每一块面料 白熊姐姐在另外一头调配着染剂 慢慢地慢慢地搅啊搅 把大铁桶的颜料混合好 白熊哥哥 卖力地把染剂搬了过来 均匀地涂抹在面料上 白熊弟弟也很忙哦 他拿着旗帜挥啊挥 对着白熊妈妈驾驶的大吊车 指挥方向 就这样 一个月很快地过去了 白熊鞋店一家人 终于完成了一只 很大很大的鞋子 许多动物纷纷从隔壁村赶来 想要亲眼瞧一瞧这双大鞋子呢 来了来了来了 他们也来了 原来啊是巨人得知消息 带着儿子赶过来了 巨人的儿子 把脚伸进大大的鞋子里 穿起来却刚刚好呢 大家看见了都忍不住 发出赞叹声 巨人先生说 谢谢你们为我儿子做的新鞋子 白熊鞋店是全村最棒 哦不 是全世界最棒的鞋店了 今天也是我儿子的生日 我想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庆祝 巨人把动物全部放到大蛋糕盘上 大家又唱又跳 吃了好多蛋糕 共度了幸福的时光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时间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温妮妈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